CHTGPT制作简报文案非常简单 首先,将想要讲解的主题 CHTGPT会为您提供相关的想法和建议 利用CATIC的生成能力来快速制作文案大纲 标题、段落和列表 在撰写过程中 您可以随时向CATIC询问词汇和用法的建议 以帮助您选择最佳的用词 最后,您可以使用CATIC生成的内容来制作简报文案 并通过编辑和设计来创建一个有吸引力 且具有影响力的文稿 请你们要开始来去生成 像例如说 你们刚看到的一个画面 应该会长这个样子 它是英文 但你不用担心 我现在用一个MuteChate 它是一个英文 你记得,你就只要跟他讲说 请改成繁体中文 请问有繁体中文的画面吗 各位,太久没有用机器人 你要唤醒它 这是我的定义 听得懂吗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如何唤醒它 重新整理啊 网页重新整理啊 所以它说什么 它的意思就是说 请再重新产生一次 那我是不是 这个图是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看到很像 当然你可以点这个地方 但是它可能第二次的生成没有反应 再点它第三次的生成没有反应 你也该点了这一个 我只是把那个逻辑告诉你们 可以了解 所以它刚刚出现了 你是不是人类 那你当然要选择是 那接下来 接下来你在这个new chat底下 再重新挡 请问有繁体中文吗 好,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接下来它的对话都会变成繁体中文 接下来 我真的真的要请你们 知道这一个chat 如果你不要就可以直接点这个删除 可以了解 好,那删除 还要点这个打勾 才真正的删掉 可以了解 这nachet就被我删掉了 好,那接下来 我现在我只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如何认识毒品 比如说 假设我要去国小宣导那个毒品 我也不知道最近有什么毒品 但是我要他最近最流行的认识五种毒品 而且是要到国小来去宣导 你知道理解吗 我不是这个的专业 但是我可以很快速的 我就产生这个文案 这是做得到的 好,例如说认识毒品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毒品 但我想你们大概多少可能会知道 我是一位警察 不太使用电脑做简报 要请你帮我做一份毒品的宣导简报 五种最新型 五种毒品的宣导简报 对象是国中学生 多少页呢 条列至生成20张 20张简报 20张投影片的简报 好,那所以接下来 我就是请你们大家 就是说假设你能生成就麻烦你去生成 可以吗 因为等一下我只是要这个文案 我就抓去给大家来去使用了 好了 各位可以了解吗 我们现在只是快速的产生文案 我觉得用TRAP-GPD它很好 但是 但是 这边 这边就有简报制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它做不到 就是你们一定要听懂 它什么地方是做不到的 看一下它这边讲的这几种毒品 这个叫做 Ketamine 大麻 它拿到好像还大麻合法化 海洛因 毒 五倍子 请问一下哦 你有没有看到 它在这边介绍到第13页就没了 对不对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后面还有吗 如何拒绝毒品 对不对 这个国中的学生 应该是我觉得 要让他们理解 可是它这边 没了 所以你要怎么办 我来继续打两个字 叫做继续 因为它是机器人 能不能看到 如何拒绝毒品 拒绝毒品的方法技巧 如说不 找借口 考虑现场等等 第14页 有没有继续 有吧 有听懂吗 好 好了